那你等我一下 我跟安心讲完电话 就帮你擦头发 丽北绝还是攥着他的手腕不放 一副霸道 占有欲强的样子 这恩恩有一点无奈了 正准备跟林安心说 明天见面聊 谁知道 透过耳机听到他们这边说话声音的林安心 反应比他还快 就跟见了猫的老鼠一样 抢仙在手机里跟他说 嗯 丽总出来了 那你们先忙吧 我反正也没什么事 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或者是明天我们见面聊 好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拜拜 顺便帮我跟丽总问说好 喂 嘟嘟嘟 林安心挂得飞快 吃恩恩的喂还没有喂完呢 那边就已经果断地挂断了 吃恩恩郁闷地看着挂断的电话 搞不懂为什么安心那么怕丽北爵 其实丽北爵和安心相处的时候还好呀 不吓人呢 他也不知道那仅限于他在的时候丽北爵的气场不吓人 他不在的时候丽北爵身上生人物尽的气场 不吓死人才怪呢 林安心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在吃恩恩不在的时候 他基本上溜得比什么都快 安心挂了 你先放开我的手 我把耳机取下来 我帮你取 他说着就伸出手 取下了他耳朵上的耳机 他的皮肤温度一直比普通人要高 吃恩恩又是属于那种体质偏寒的人 体表温度常年都比平常人低 他的手指摩擦过吃恩恩的耳朵 吃恩恩只觉得耳垂被撩起了一阵的鸡皮疙瘩 就跟触电了一样 他下意识地整个人就往后躲了一点 伸手去挡他 丽北决 还是我自己来吧 我来 霸道的男人强势地抓住他的手腕 不让他乱动 贴近他帮他取下了耳朵上的耳机 忽然他的手一顿 毛子深邃地盯着怀里的人 怎么了 吃恩恩被他盯得是浑身不自在 摸了摸自己的脸 不确定地问 我脸上是不是没洗干净啊 不是 那你干什么一直看着我 居高临下的男人 忽然就拦腰把他抱了起来 直接就往房间里抱去 因为我突然想睡了 吃恩恩陡然间失重 条件反射地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看起来就像是主动的头怀送抱一样 他结结巴巴地挣扎 你在飞机上不是已经睡过了吗 你的头发还没干呢 你先放我下来 我帮你把头发擦干吧 丽北角 你 卧室越来越近了 他人高腿长 三两步地就把他抱进了卧室里 放在了大床上 整个人霸道地就压了下来 薄荷味夹杂着刚刚洗澡的沐浴乳的香味 扑面而来 甜蜜又暧昧 在飞机上 我没有和你一起睡 吃恩恩往后缩了一点 悄悄地扯着被子盖住自己 眼神闪躲 我就在你旁边 也算是一起睡的呀 你难道没睡着吗 他明明是睡着了的 下飞机的时候 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丽北角陡然间逼近 扯开了他挡住的被子 挑了一下眉头 阴谋深邃幽暗地逼近了他 不要告诉我 你不知道我说的一起睡 是什么意思 他都躲成了小鸡子了 不可能不知道 这个女人就是喜欢装傻充了 所以丽以诺也完美地 继承了他的性格 喜欢扮猪吃老虎 他要是不知道 刚刚怎么会悄悄地扯过被子 挡在中间呢 赤恩恩被子一下子被抢走了 全身又没有了遮挡的东西 他顿时就没有安全感地挣扎了一下 双甲蕴红地坐着垂死的挣扎 那个 我们昨天才那个了 他实在是说不出 做了之类的话 太为难他了 丽北绝看他白皙的脸庞上 染上了胭脂色 薄唇抿了起来 猴姐上下滚动了一下 能够感觉到小腹一阵热流流过 下面猛地就紧崩了起来 他揪住了旁边的床单 太阳穴就跟着吐吐一跳 该死的 不够 什么 昨天做得不够 今天也不够 永远都不够 他恨不得 24小时把它揉进身体里 每一秒钟都在他的身上 要不是考虑到 他的身体承受不了 他恨不得天天都把他带在身边 你明天要去帮林安心站台 晚上肯定是要和他一起吃饭 明天晚上又只有我一个人了 所以你要补偿我 他也不管他找的理由 有多么的牵强 说得那叫一个理所当然 霸道得要上天了 吃恩恩窘了一下 反驳道 你以前也经常一个人啊 你不是经常晚上有应酬吗 说得好像他每天都得在家里 等着他一起吃饭一样 他明明每天都是忙得不见人 你不喜欢 我可以把他们全部都退掉 你以后也要把时间全部都留给我 吃恩恩知道他所谓的全部留给他 肯定不是一般的那种全部留给他 他的全部肯定是包括安心 吃宝贝 小舅舅 诺诺在内的所有的时间 真的那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算了吧 就算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每天每天都腻在一起 还是太可怕了 这样两个人很快就容易腻了 爱情也是需要空间感和自由度的 虽然他觉得某个人可能真的不需要 但是他还是需要的 那只能一次 吃恩恩妥协了 他憋了半天才憋出了一句 说完 他的脸就已经红得跟发烧了一样 丽北爵皱了一下眉头 一次对于他来说太少了 少的就连塞牙缝都不够 两次 吃恩恩昨天晚上的腰酸背痛还没有好呢 坚持自己的原则 就一次 他的声音一软 软糯地说 一次好不好呀 我的腰真的是好痛 你至少让我休息一天啊 丽北爵被他软糯的声音 勾得恨不得现在就要他 可是看到他白皙的侧脸 还是忍住了 虽然明知道他是骗人的 还是忍不住地伸出手 在他的腰上按了一下 哪里痛啊 我让霍益叫医生过来给你检查一下 痴恩恩的脸红的就跟猴子屁股似的 赶紧地拉开他的手 改口了 不要叫医生 其实我也没有多痛 就是比较酸 休息一下肯定会好的 丽北爵 一次好不好 你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我就保证不了 今天晚上会要你多少次了 他的名眸里倒映的全部都是他的影子 该死的美好